欢迎来到Leon Campbell Band 大家好 今天主要是介绍这个安装这个自动踏板 这个自动踏板是专用和密巴士的 这个承受可以承受150-200公斤 所以说在这边摇晃会受影响 然后我们这个是会下张一个沙发椅子 这边沙发椅子我们直接是 依照原车的规格 这个是14号原创的规格 这原装的洞 14号 所以说直接锁在车底下 所以说它这么长直接锁在车底下 所以说它这么长 直接锁在车底下锁完就是变成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是直接锁在车的骨架 所以说这个安全系数非常高 发生意外或是相撞的时候 比如说椅子绑安全带这个直接不会飞 因为它不是锁在那个地板上而已 然后我们这个地板是采用 采用绿色环保新材质 那个甲醛采放量是EQ级 所以说这个都是环保材质 那个甲醛 不用担心甲醛的部分 因为这个车的空间有限 蛮小的而且通风不是这么好 所以说板材的部分要严选 不然会对身体有不健康 然后这个厕所的位置 厕所的位置我们都会跟这个板材 都会打上一层胶 如果打一方万一它有漏水 也不会影响到这个周围 内已经打一层 外也会再打一层 就是双重保障 大概 然后还有这个是管线的部分 电源线 这个电源线 我们是采用48V的电源线 所以说它的线是非常粗的 非常粗 跟手指一样差不多粗 因为这个电力系统 跟家电那种225W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它要有这种规格 这么粗的才有安全 不然会烧 烧掉那个电线的部分 会烧掉 所以说也会造成危险 所以说今天大概介绍就是 这个部分 如果有兴趣可以来我 Leon Campergan这边参观 谢谢你